你好,我是香港的甘生子阿勤 春节快到了 很多朋友也会问我 在2015年他们的运程是怎么样 哪一种算法比较准确 八字,它的准确度只剩八成多 原因是因为它的组合超过一百多万种 没有五代十国 十指贫的指贫八字他们所钱 是唐朝以来,古人算命其中一种方法 就是用那个年之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心肖 如果我们用心肖来算命 只能谈到神煞 就是我们说的直升和胸升 这是所谓的神煞 其实也是暗年不停的循环 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有它的决限 后来有人把八字里面的十神套进去 这是我们说的 笔尖,劫财,十神,三官 正偏财,官杀和正偏硬 你肯定会想呢 现在全世界人口超过七十三亿 怎么样也不可能 只有那区区的十二种运程,对吗? 华虽如此,新年用心肖来预测来年的运程 在我们华人社会里早应成为传统习惯 就好像我们在春节派哪个红包 用哪个红包把哪个年兽赶走 要不我们现在马上参考一下 2015年各个生肖的运程是怎么样,好吗? 属羊的朋友有1943、1955、1967、1979、1991和2003年 以立春歌号为准 2015年为一位年牧羊年是土的 太岁为阳心代将军 属羊的朋友在2014年是合太岁 运程比较平稳 到2015年是直太岁 但是也不用怕,因为放太岁一共有四种行冲直孩 每一年十二生肖内也有四个生肖会放太岁 太岁其实是木星老过太阳公主人所产生的磁场 木星老过太阳公君一圈大概要有十二年 古人以木星的诡旨和十二生肖做对应 其实也是磁场的问题 不是真的有个太岁跑出来害人 有宗教背景的人可以把它交给天成 押收苦者去设太岁 没有宗教背景的人 只要多做上市 防止小心就可以了 属羊的朋友在2015年是直太岁 亏了两个直当 2015年因为土太重 太重 如果你的霸自食徒的亏很好 三反 如果你是自徒的 愿成就会一般 总之本命年变化很大 死好死瓦 大上大落 好像坐飞车的鸭 属羊的朋友在2015年有可能奔家 奔公司战功也可以是被人开吹 或者辞退的 结婚或者离分 一定要用平常心 属羊的朋友在2015年会感到孤独 而且会到宗教圆学 艺术感到有兴趣 那你可以多去教堂 福童或者都去郊区走走 即兴有瓦盖 瓦盖主才瓦 但是会有一点孤独 心情抑郁 觉得无人明白自主 因为问题不在自主 很多时都会看人家不顺眼 怀疑人家在你的背后 说上道士 不愿跟其他人有接触 觉得一言难尽 所以一定要用平常心 胸心有剑锋 剑锋指被尖吃到 有雪光之灾 而剑锋指危险 和暴毙 听起来也很恐怖 但是不用怕 因为这两颗胸心 每一年都会跟着 本命连的人 例如牙年你是羊的 马年你是数码的 这两颗心 所艳艳的只是手指 被门尬住 跌倒 发倒 吃倒 这些雪光之灾 如果你是怕的 就可以过了年 去捐血洗牙 我自知 就连捐血洗牙也不够 通常只为手指 背面尬住 或者做烧二十 吃倒手指 如果你真的怕 也可以胚胎 一致金马 苏杨的朋友在 2015年 直太岁 要已经自动 1955年出生的 和1964年出生的人 要控制情绪 小心肠胃 1949年出生 和1991年出生的人 做事不要太冲动 免得动口又动手 影响自治的运程 要特别留意 农历的三 四 六 九 和12月份 到底还有什么 吹急避凶法 风水不绝 长期呢 可以浏览我的官网 可吐到我 最后祝大家 扬年好运 新散四成 身体健康 采云滚滚来